千古千間 台灣的夜宿漂亮 高校的國家 拜登結語言在背後 該睡 該問漂亮 好朋友台灣的藝術 藝術在哪裡 我們如果要學生說 讚 厚 水 真的標示聽懂家經 讚 他說兩次了 讚 再讚下去 厚 厚 不過有的台灣的形容詞 你很聽說兩百的程度會變得比較近 國政你在說什麼 來我們來記住一個禮 說這個人故意 這個人真的不在跟人家頭來的暗期 做人青筆 中筆 還嫌棄 故意 正牌就對了 這樣故意一句而已 百分一百 打一百分 不過你這句跟修塔說 說兩百的程度會變得比較近 剛才不是說漂亮 第二次再站下去說漂亮 這樣讓我加強口氣 不是 你這句跟人青筆說故意故意 那就沒有故意那樣故意了 國政你在說金水年上 我們來打分數 只說一次故意 說那個人故意一百分 不過那個人故意故意 這差不多九十分 八十五分這樣而已 沒有到一百分 興隆時說兩百 程度變輕 這就是台灣的藝術的所在 真的國政 你這樣解釋下去 我們平常立常有在說道路的人 真正的地角 故意故意 哪像 沒有故意 那樣的故意 這不是單獨一個禮 很多的興隆時都一樣 再來 國政再來說另外一項 藝術比較差味的所在 動數說兩百變成興隆時 興隆時還要怎麼加強口氣 我們記得在說春秋去開門這個開 這個動作就好了 這個動作動數開 你如果打兩次開開 那就不是動數了 那變成興隆時 那門開開 那門開開 鳥子的重力來 那標示那個門 你不是現在才去開 是現已經開掉的 三兩次變成開開 那三三次 三三次就剛才國政在說 興隆時聽到的比較 說一次故意一百分 說那個人故意故意 春八十五分春九十分 同樣 興隆時開開這兩次 表示那個門已經開在那裡 這個門開而已 可能開差不多一半 或是說門就有開 開差不多五分六分七分 都可以說開開 那你如果說百分一百 說到最貴重的程度 一百分的程度 對 我們打三兩次 開開變成開開 那門不知道還在開 開到最貴重 讓它開開 不過同樣這三次 只有漢尼寫出來 我們就同樣不一樣 標示的意思又不一樣 開開開一款 同樣這三次 你如果董事 變成我們在懷孵人 交代人做事的時候 我們叫它去門開 怎麼會開呢 冬金開一百打開最貼 整個打開 去門開開 喔對 這就是董事後面戴琴聲 你在懷孵人做動作 不只說只有漢尼寫出來 三輪 開開開 跟開開開 打起來 聲音不一樣 聽人標達的意思 也入閃完全不一樣 可見台灣的 開始藝術 開始大家來研究